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由大卫芬奇指导的最新一作《心灵猎人》 提起大卫芬奇,很多观众对他并不陌生 消失的爱人,纸牌屋和七宗最等,高口碑影片均是初次起手 电影从上映开始,口碑就成直线上升状态,豆瓣评分也高达9分 由此可见影片的精彩程度 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,故事来源于一位FBI探员的回忆录 1983年,探员在一次昏迷中,梦见自己曾经抓获的犯人都在竭尽全力的折磨他 就当所有人以为他死了的时候,他还意外清醒 而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将自己梦境中所出现的幻觉写行他的回忆录 影片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血型,通过一次普通的审讯将这个故事微微道来 让人细思极恐的是,这种平静背后所隐藏的令人发指的残忍 故事主线围绕两位FBI探员,在和警员进行试训讲课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,曾经堪称完美的推理方式,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眼前发生的案件 这些连环杀人事件,让过去树立的破案理论一个个被击垮 看惯了好莱坞各种华丽特效之后,再来看像《心灵猎人》这样的影片 更加觉得它趋于真实,而那种隐藏在风平浪静背后下的残忍 更是让人直冒冷汗,因为整个世界在变得荒诞 从而也让整个犯罪案件变得无章可循 好了,感谢观看,再见